Ethnic 這兩天為了我個人自己私營的事情 我這邊要先撕成一居公 就這次機會跟大家訊息 我推出這次私營選舉 這兩天為了我個人自己私營的事情 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造成社會動向 混亂 我這邊要先撕成一居公 第二 造成民運黨 甚至影響到藍營德院長 民進院委員 跟各位支持我的好朋友 長輩 讓你們失望了 再次告辭 對於這次事件 受到傷害的家人 老婆 小孩 還有我的親戚朋友 也跟他們說真的對不起 經過這兩天的一些風波狀況 在這邊 我想要正式跟大家說 我決定退出這次私隱的參選 並攪還提名證書 在這邊 表示對這件事情的擔當 有很多東西 並不像爆料的這樣講 是 我劈腿 就兩個 但是沒有還有所謂小事小五小六 不是更多 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也並不是擔任任何事情的 任何公司的一些職務 或一些 顧問A委或是股東 我真的並沒有 至於 我錯了 我錯了 我真的錯了 但是事情真的不像他所講 他也是參與者之一 而不是正義使者 結果這次機會跟大家聲明 我退出這次私隱的選舉 並且跟這些讓我 因為我的關係而受傷 而被誤解 而因為傷害到生活 說聲對不起 以上是我的生命 喝醺之後 應該還不至於 會影響黨的形象 如果我今天是殺人放火 或者是堅強擄躍 可能不用說要不要退黨 可能黨自動就跟我說退黨了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坦坦面對 好 坦坦面對 好 回到現場 這個是黃偉展 之前是民進黨提名的 台南市市議員參選人的 他也宣布退選了 他這段話講得很攏長 有幾個觀點 有說 承認是女朋友 但是沒有什麼小三小四 承認小二小三 沒有小五小六 沒有小五小六 OK 這個還蠻複雜的 這個竹帆不及被窄 還是要說 12年國教到小12年 OK 說對這個黨的形象 沒有什麼危害的問題 這麼簡單嗎 建民兄你看 其實這些故事也告訴我們 其實目前民主政治真的出現了非常多的亂象 也就是說不管是從政經的角度去看 或者是從社會道德的觀念面來看 其實出現了非常多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標準是不是已經降低了 還有在政黨提名的過程當中 造成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因為這些故事寫起來比那種 比那種什麼精神小說還精彩 還進來說故意設計 然後找人家去做假車禍 然後讓對方去背酒駕 背酒駕的測驗 然後接著取消資格 然後接著用色誘的方式 那這需要去查證 但是最終的我覺得應該要去看說 其實很多政治人物 他擔任政治人物名義代表 結果他自己還擔任了很多職務 比如說他還在經商 或者有家族事業的一些背景 那有這些背景的話 其實這永遠扯不清嘛 因為這種瓜田裡下的結果 會造成相關的一些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如果政黨要提名 甚至參選人自己就應該要覺悟 政治絕對必須要有一種 專業性質的一種工作跟服務 絕對不是拿來磨利的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候選人 他是以當政治人物來為自己磨利 為家族磨利的 這個很清楚就看得到 那民眾如果還是繼續做這種選擇 那自己就要承擔後果 第二個在道德層面上 其實平常大家的所作所為 其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有風聲啦 對不對 人家說要嫁一個女兒就知道 要嫁一個女兒要看年齡 對不對 要選一個民意代表要看他的機會 要看他到底他出來是在做什麼 但是我們看現在 選議好像就說 有些時候我只是這個黨提名 我就死命的盲目的支持 我覺得背後大家更清楚了解到 到底這些政治人物 他從政的目的動機是什麼 才是另外一個更應該去生鏽的背景 我有一種回應之前 不好意思 我就開一下這個 但不是個道德至上論的 但是還是要靠一下 輕輕的靠他一下 靠這個候選的一個開玩笑 葉問跟雞蛋誰比較厲害 當然是雞蛋啊 因為葉問一打十個 雞蛋一打十二個 小五還有七個 你可以再努力看看 我覺得在上面講那些話 事實上很多女孩子聽的都很不舒服 這是潘書偉也是以前廣告公司 是一個很優秀的文案傳寫者 他寫了簡訊 他說官人等你回來調戲我 在家裡那個良家父母 就回家嘛 對不對 幹嘛在外面搞這麼多 真的是一發不可收拾 對黨的形象當然有傷害嘛 我也說我問一個大膽問題 黨要提名人 有沒有類似身家調查 稍微了解一下 會這個會 風聲怪怪 譬如說女孩子朋友是不是太多 跟建民講說 生理做一些技技怪怪的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黨提名這個拼白掛保證 形同虛色的 還是說黨不用保證 譬如說有人講說 他是俊憲兄的過去的助理 所以林俊憲你保證就好 俊憲兄我想他覺得 雅亮可以討論這問題 你怎麼觀察這問題 他這個當里長之後 就跟林俊憲委員的辦公室 沒有關係 他已經兩任里長了 所以里長 理所當然不可能是立委助理 那但是當然 這次他的選舉看板 也有跟一些人掛出來 所以這些人也都 就是說你社會要 希望他們能夠負連帶責任 這也沒有人可以說什麼 那但是我覺得 比較不妥當的是 剛剛你看了 那麼長的一個影片 我覺得這個黃 黃維展他還沒有 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不是他退選 對自己的權益 做出損失了之後 這件事情 就還給社會的公道了 你說那言談之中 他並沒有體認到說 這個行為的本身是一個 不只對女性有傷害 對社會也是傷害 對黨當然也已經造成傷害了 其實不是說 你沒有後面的小五小六劈腿 只有兩個 所以只有兩個 所以最後他可以 那邊笑笑的 你講我太過分了 只有兩個而已 我講一個 我剛剛坐在這邊 我要說 我有時候 是幫柯文哲講兩句話 然後這個 跟他被媒體拍到 就一堆人叫我退黨了 那今天他做了 法律不容許的事情 什麼 三句 那我們回到 回到剛剛其實 你要說黨提名 當然應該要對這個人 有全面的負責 全面的一個檢驗 只是說 要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會覺得 這些道德上 還有法律上面 還有你的私生活 應該是這個候選人 你在爭取提名的時候 你自己應該要有一個 算是 心理的自我的審查 是你知道你經得起 這些考驗 道德法律的這些考驗 你才來登記 你不要害黨 就是中選會在接受 大家登記的時候 也是消極資格審查 你的學歷是不是珍惜 你的其他有沒有前科等等 你中選會也好 黨也好 我們對一個人的保證 也只能夠從黨部 再看這個人的時候 他去看說 有沒有聽聞過去 有什麼塑形不良 你說如果真的過頭 算一種營業廢食 就是說我們為了杜絕這種事情 所以我要調查你主動18代 還要去你家裡訪問 這倒也奇怪 所以我覺得其實黨 你在黨部提名一個人的時候 包括他過去那些風聲 如果真的有不妥 甚至有涉及到違法的事情 甚至官司都還沒定驗 其實黨也應該要呼籲自己的黨員 或是支持者說 在你們 他有資格參加黨內初選 有資格啊 因為初選 我們沒辦法剝奪一個 狀態未定的 法律也沒有定驗的人 可是其實黨部也好 或我們的同志要有 形成這個文化 你用文化去處理這種人 而不是用制度跟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過頭 OK 小明兄 這個為什麼民意代表 很像都有一種特殊的 用性吸引力 是不是有點太肉麻了 不會啊 因為就有 您認為會有嗎 譬如說我直接挑明講 您身材非常的保身 精壯 如果跟其他幾位比 你一點都不遜色 籃球又打得好 口才又好 學問又好 政治上的歷練也都很充分 我太內向了 某些看法 因為我開玩笑 我開玩笑這句話 說一個女孩子說 先生你介意我剛離婚嗎 這男孩子更大方 小姐你在意我剛結婚嗎 這種情況發言在說 你們特別 就是說條件比較好的 民意代表 像這句話 你要仔細聽喔 你喜歡我嗎 我沒有這個權限 你會這樣子嗎 如果女孩子跟你講說 你喜歡我嗎 你敢大膽說不行 我沒這個權限 我們去互動 是要非常的嚴謹的 譬如說 你是個大傻逼 你可以不太乖 你不能去學壞喔 是 OK 您同意這些看法嗎 你怎麼把持住這件事 因為女生是崇拜英雄 不要說明代 也不要說政務官 連那種死刑犯快被槍斃那種 會被警察抓到究竟證法 那種人 十大槍斤要犯 已經在跟他生小孩了 他覺得他開槍殺人 是很威風的事啊 就是男人就是很特別的男人 女人就喜歡 尤其有權力的男人 就是權力最好的春耀 那春耀就會吸引女生 這要先定調 為什麼有人喜歡明代 第二個是 我們接觸人的機會多 我舉例說 什麼場合是很危險的 我的判斷 好 我不要點名哪一個怎樣 就是 家長會 國小家長會 那是不是很多副會長 是不是很多 小孩很小嘛 小孩六歲到十二歲 他們可能三人幾歲 不到四十歲 有的長得就很美 所以要把持著 把持不住就會出事 因為家長會有時候會 總會吃飯喝酒 然後他們也 這是危險場景一 是 爸爸去參加家長會 對可以告告 我舉個例子 很有趣的例子 然後當然那個 小明兄兩分鐘 時間差不多 我三十秒就講完 有趣的例子 就是有一次我參加某一個 在東區的家長會 國小 我在帶阿美 我們阿美當然六十歲 一個女生 我們辦公室主任 然後她就喝醉了 女生你回家 就很兇 叫我助理回家 他說我不要回家 我要保護我老闆 他說你要幹嘛 帶我去老闆 我要帶你老闆走 帶你去哪裡 去開房間 就直接講啊 他當然喝醉了 喝醉了 就有些事情就是 你知道有時候 不去也沒嗎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啦 女追男隔成山 女追男隔成山 男追女隔成山 有時候我覺得 像魏仲這個也是高危險分子 帥哥 你不用再知道我身體 我只是迷啦 帥哥嘛 不就是 但我們兩個都沒結婚 就是有時候這個奮祭 要哪年 要嚴謹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黨沒有辦法 約束道德這件事情 道德是每一個人自己 對自己的 的確 要求和承諾 所以黨可以約束的是一些 具體的量化 可量化的東西 對或者是法律的東西 那我其實也沒有說 只要你有婚外情 就怎樣怎樣 絕對不可以 說不定也有人 透過這樣的方式 後來發現不行 我結了婚 可是我後來才遇到 我人生中真正的真愛 也有可能啦 那我覺得 你能夠處理好 那個才是原則 你能夠像一個成熟的大人一樣 去處理好這些關係 那就沒有問題 那就OK 可是這個狀況 我覺得受不了 就是正任務 男人犯的錯 太太永遠出來 背書 背書 一起說對 我老公犯的錯 可是我沒有要追究 我為了孩子 我原諒他 你犯錯你老婆 拖出來幹什麼啦 最差勁就是這樣 最可惡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我最受不了這件事情的地方 他老婆坐在旁邊 男人捅皮肉 女人出來買單 他老婆的臉色真的很難看 可是就真的委屈 那怎麼辦 你幹嘛叫人家出來 我看到就很氣 時期那個手勢 比較為人嚇一跳 OK 謝謝四位非常精采的討論 這個我今天的結語 這個叫做 風雨無情人間有愛 這句話帶我們民間常常講 重點是愛 台灣人當然有沒有愛 當然有愛 但是我希望這個愛 不是對政黨 對政客莫名其妙的逆案 我覺得 杜絕逆案 台灣的政治 才有真正清明的一天 也祝大家的風雨中 能夠平安 能夠進步 我是一片雲天空室我家 雲端正一線 禮拜一我們同時間 雲端再見 謝謝四位 謝謝 謝謝